工作疲勞、讀書緊繃 是不是都會想要來一下馬殺機按摩一下呢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在今年一共舉辦了 24場按摩體驗的巡迴活動 高達2500人參加 體驗過的民眾都豎起大拇指說讚了 很舒服、很好、走好 蠻到位的 對你的身體的一些狀況 可能哪個地方循環、血液不良 講得還蠻精準的 而且對生活習慣的預測 我都還很正確 從100年11月開放明眼人按摩以來 市場按摩業者就面臨了極大的衝擊 為了協助他們能夠穩定經營 今年的勞工局在社區、商場、車站、風景區等 共舉辦了24場的按摩體驗 也特別首創在考場舉辦免費按摩 果然得到學校團體的熱烈迴響 接下來也希望能夠推廣到各大企業 民間團體為按摩師們開創一個新興的服務模式 勞工局長鍾孔肇指出 高雄市有326位持有按摩師許可證的市場按摩師 104家市場按摩院所以及20處市場按摩據點 而如何能夠持續地輔導市場按摩師們就業 提升他們的營收都是市政府努力的目標 希望能夠讓市場朋友能夠走出去 因為縣市合併之後其實不應該再局限再延高雄市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的市場朋友帶到各社區 讓社區的民眾一起來體會、體驗 當然我們也把他帶到各風景區、學校 讓更多的市民朋友知道說 面對的明眼人的一個競爭的時候 其實市場朋友他們的按摩據數其實並不會輸給這些的明眼人 整個身體沒按摩就沒辦法繼續走下去 我想用這個來跟大家來公明 他也說高雄市有許多優秀的市場按摩師 每位都受過專業的訓練 也歡迎民間團體、企業單位在舉辦活動的同時 能夠邀請市場按摩師來為參與者抒壓、解牢 不但可以保健身體更可以做工藝 記者黃庫峰、陳怡君高雄採訪報導 阿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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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軒